你想做些什麽的? 中芽 中芽也是中芽 這裏上下有6隻 這裏有1隻、7隻 這裏很金 很金啊 早晨 那怎麽你會找到這個得貝美牙科的? 聽朋友說他這裏好 聽說深圳龍華區有一間牙科中心 在香港是沒有做過大型的廣告 很多香港人是聞風而至 完全靠口碑的 它的位置就是這個青湖站的C1出口 後面這一座不起眼的大廈 叫做得貝美牙科 那我現在就上去一探究竟 都是老規矩 來到這裏第一步是什麽呢? 就是照CT了 好 一穿衣服是吧? 我們現在有邀請大洋 讓你吃芳艾油 你能夠呢? 照完X光片等看醫生之前 就可以來這間VIP休息室休息一下 在這裏喝點食物 吃點甜點 然後等待看醫生 一間醫院最重要是什麽呢? 當然就是醫生 這個就是得貝美好康醫院的院長 賴院長 拿了很多獎 是2022年龍華的好醫生來的 他是中牙的專家來的 聽說他有很多粉絲 這些全部都是病人送給他的錦旗 他說掛了一小部分出來的 這個書法家多漂亮 牙醫勝手 待會我就會見這個賴院長 你牙齒怎樣? 我牙齒就是現在有兩個大牙 大牙我現在是用的假牙 普通假牙 然後我想問一下我媽媽 因為我媽現在是整排牙都是假牙 那她就很不方便 剛才那邊見了賴院長 這個人不愧是名醫 很實際地說那些話 為什麽呢? 其實我在另外一間牙科診所 他就跟我說 第一 我的活動假牙就沒有戴那麽久 因為對牙不好 壓迫到其他牙 他就建議我直牙 院長剛才的意思是說 其實你戴慣了 而是本身已經咬慣了 其實也不需要理會他 還有一個另外一個醫生跟我說過 我裏面是注牙的 要建議我剝掉牙 其實我就不想剝牙的 我年輕時就聽醫生說 剝得太多牙 我其實是很後悔的 因為大家知道 80歲時有20隻真牙的話 對身體是一個很好的祝福 所以其實我盡量都不想剝自己的真牙 院長剛才也是 那個診斷跟我的想法一樣 他說如果你的牙沒有痛的話 其實你不需要剝牙的 有得牠 還有第三個問題我想問院長的 就是關於我媽媽的牙 因為我媽媽現在80多歲 整排都是假牙 假牙就很不方便 因為她年紀又大 清理又不是太方便 她可不可以剝牙呢 院長也很實際 她不是想做生意就做生意 她說你媽媽都80多歲 假如家支就躺在安好院 雙腳又不是太好 她都不建議種牙 因為種牙始終身體要好一點 年輕一點才種牙 她就建議我媽媽用一些假牙 很喜歡這個院長 是因為她不是為了做生意 就不斷聚理做植牙 種牙價錢 在這裡就是韓國的2380 然後美國的3980 德國的4380 法國的6310 瑞典最貴的 6980以及7000元 你可以說封建猶人的 德本美好康還推出了一個 公益種牙活動 只要是年滿60歲的香港長者 都可以申請免費種一粒 價值3980人民幣的 美國號勝種植牙 名額100粒 先到先得 快點掃描這個二維碼 申請預約啦 牙科數一個器械 衛生是最重要的 因為始終好康是關於衛生的事 這裡有14個步驟 就是清洗那些器械 這裡第一個步驟就是清洗 然後還有很多器械 幫你滅菌 消毒 然後超聲波的震盪 很多部機械在這裡 我們不能進去 最後就會打包 打包好了那些 全部不經人手 裡面的工作人員也要證書 最後就放在這裡 好了就可以使用了 WM的七周年有一個抽獎活動 怎麼玩的 那我要試一下 那是不是一定要消費才玩的 抽盲盒活動規則 活動規則一 當日到院繳費金額滿五千元 憑當日繳費收據 可以在盲盒背景場任意抽取一份盲盒禮物 將盲盒入面的禮品換領券 交給現場工作人員 去禮品區換領禮品即可 好 我先找一個號碼出來 沒有打開就可以抽 沒有打開就可以抽 這個 中間這個 驚喜盲盒 是甚麼來的 靜水器 靜水器 歐普羅靜水器 這個是不是大獎來的 是 我們大獎來的 真的這麼厲害 你送個大獎片 是 就是這個 嘩 好重手啊 多謝多謝 嘩 好重手啊 那坐在旁來來自香港的劉太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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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你就是 早安 那為甚麼你會找到這個得貝美牙科的呢 聽朋友說他這裏好 是 所以我不是 初初上來呢 身份五十六都沒有想到做 但是呢 可不可以說名 可以 阿梓瑜和阿小嫻呢 就很好 是 阿梓瑜和阿小嫻 阿梓瑜和阿小嫻 誰是子瑜和阿小嫻 阿梓瑜和阿小嫻 即是這裏 阿梓瑜和阿小嫻 是 那我朋友帶我上來 然後他就解釋給我聽 解釋得很詳細 那我個人呢 就很害怕的 很蛇虧的 你想做些甚麼 中牙 中牙 這裏上下有六隻 現在這裏有一隻 七隻 七隻 好金 好金啊 哈哈哈哈 我也知道 但是 但是 給香港去看 你現在中一隻幾次 中一隻 這裏 差不多五次 OK 你選美麗的鳥 選美麗的鳥 美國鳥 因為它有一些 廣告的好像便宜些 是的 有些美麗的又貴 美國 福田口岸 四號線 一路搭到青湖站 尾站就是 做夢幟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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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